Makio月花21萬 賣1300萬套房仇生 Makio好像還過得去喔 四年前她最要問獎 重挫演藝事業 最依賴的媽媽去年病逝 生活一切只能自己搭理 最近生活過得還OK嗎 過得還OK啊 就是就很一般人 你們都怎麼省現在教我 近來Makio靠著在中國發片 和出席活動為生 可是有一搭沒一搭的 你現在收入其實就是 就是吃老本 錢就是好像僅三年吧 我都是在付利息 利息是兩萬多 可是從下個月開始 就要付5萬8左右 Makio媽媽生前買了 林森北路上的小套房 市價約1300萬 她考慮賣掉減輕壓力 雖然Makio美元花費 房貸5萬8 房租4萬 加上水電瓦斯寵物費1萬3 生活費2萬 達成2萬 出國費5萬 竟然超過20萬元耶 幫她檢視一下房租4萬 可以改租小夜蓮的地方啊 我其實還蠻喜歡住那個地方 有媽媽的回憶對不對 對啊 而且不曉得我住 到底要住哪裡啊什麼什麼 地區什麼都不知道啊 交通費2萬 那就今天不搭小黃或Uber囉 那妳就坐捷運過跟坐那個 我不會 我不會坐啊 妳不會那個路線圖 我完全看不懂 5萬好了 5萬以下 對啊 努力看看 努力看看5萬 這個省錢之路好像很遙遠耶 好在六月夏圈 在中國有一些工作 妳現在每個月 如果有工作的收入 大概會多少錢 差不多1、2百吧 好像還OK啊 對啊 可是就是 我不知道 很不穩定啦 對啊 省錢比較重要 哪有什麼的先不管了啦 我本來六月份要去美國 那剛好就卡到那個拍戲的 美國是什麼 男朋友在美國嗎 沒有啦 試試看嘛 就是 試試看 相親喔 就是那個啊 那個你們拍相處看看嘛 所以我就選擇工作 我就跟他兩個不去啦 娛樂鬥新聞 麵包比較重要 報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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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